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给孩子的第一本理财书 过年了 孩子们最开心的事情呢 除了放假 就是能收到父母 长辈们的压岁钱了 给孩子压岁钱 是中国人过年的传统习俗 记得在我小时候呢 大人们会给我们五块啊 十块的 一群孩子啊 就直接拿着去小商店 买零食买玩具和鞭炮了 可是这些年呢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大人们给孩子的压岁钱的金额啊 也越来越大了 根据2017年发布的 中国孩子的压岁钱调查报告显示呢 参与调查的父母们 给孩子压岁钱的平均金额 为392.55元 这还仅仅是调查父母 给孩子压岁钱的情况 不包括其他人的 过个年 小孩子们收到的压岁钱 甚至可以赶上大人一个月的工资 这让家长们啊 很发愁 全给孩子呢 显然不行 全拿走吧 孩子也不干 给孩子一小部分自由支配吧 又不知道该给多少合适 有的家长呢 还担心孩子拿着钱乱买东西 这些钱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 就是帮助家长和孩子管理好压岁钱 并且让孩子学会花钱 学会储蓄 学会投资 通过对孩子财商的培养 增强孩子未来在社会上生存的智慧 本书作者是来自日本的巴木杨子 他曾经取得理财师和注册金融分析师资格 一直致力于考察和制作孩子的金钱教育课程 向家长普及培养孩子财商的方法 好 那下面呢 我就用三个问题来讲解这本书的内容 第一 为什么要培养孩子的财商呢 第二 如何帮孩子建立零用钱制度呢 第三 如何在生活中培养孩子的财商 好 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培养孩子的财商 中国的父母们呢 似乎不太喜欢和孩子谈钱 他们不希望孩子关注钱 也不愿意孩子为钱的事情操心 常常听父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呢 就是 你只管读书就好了 钱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可是从小不和孩子谈钱 等孩子长大了 进入了社会 面对突然出现的工资 兴奋之余 可能更多的是不知所措吧 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规划这笔钱 常常呢 花着花着 钱就没了 八八的日子呢 离下个月发工资 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这样的人呢 规划金钱的能力比较差 换句话说就是 财商不高 所谓财商就是认识 创造和管理财富的能力 孩子怎么赚钱 怎么花钱 怎么理财 都是要伴随他们一生的技能 这个技能不是与生俱来的 是需要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的 首先呢 培养孩子的财商 能够让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 比如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 父母带孩子去逛商场 孩子看到喜欢的玩具啊 就一定要买 尽管家里有一个类似的了 但是孩子还是哭闹着要买一个新的 这时候呢 有的父母为了尽快安抚孩子 想想啊 也就是花个一百块钱 就给孩子买了 可是呢 不要小看着一百块钱的花销 它可能会变成 读小学以后几百元的游戏机 读中学以后几千块钱的新款苹果手机 如果父母从小不给孩子树立良好的金钱观和价值观 那长大之后 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控制自己的欲望 看到想买的东西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买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校园带这么泛滥的原因之一 培养孩子的财商就是要告诉孩子 什么东西是必要的 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什么东西是需要舍弃的 在消费的时候 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判断 而且呢 消费要量入为出 适度消费 根据自己的资金状况来决定自己的花销 现在很多大人在消费的时候也很不理性 看到想买的就买 钱不够了就透支信用卡 还不上了呢 就分期 新债加旧债 每个月都入不敷出 因此呢 良好的金钱观和价值观 能让孩子受益一生 他们不会被物质迷惑了眼睛 面对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东西 他们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其次呢 培养孩子的财商 能够让孩子了解一些和金钱相关的知识 为什么要让孩子了解金钱知识呢 孩子啊 到了三四岁的年纪 就进入了人际社交的敏感期 他们在这一阶段呢 通常会通过交换 来满足自己的社交需求 比方说哈 小明在幼儿园里 经常用妈妈给他买的零食啊 玩具啊 去换其他小朋友的东西 有一天呢 小明带了妈妈新买的变形金刚到幼儿园 突然他看到一个小朋友啊 拿着一个甜甜圈 小明从来没吃过甜甜圈 于是呢 他就用自己的变形金刚 跟小朋友交换了甜甜圈来吃 吃完之后 他又想起来自己的变形金刚了 就想去要回来 可是啊 小朋友怎么都不肯给 于是两个孩子就打起来了 直到小明的妈妈赶到 又买了一个甜甜圈 还给那个小朋友 两个孩子啊 这才罢休 因此呢 如果父母能够告诉孩子 一些和金钱相关的知识 让孩子对金钱和物品的价格 价值有一定的了解的话 就可以避免这类麻烦 当然了 在金钱知识科普的同时呢 孩子可能会问到很多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 家长就要做好回答的准备哦 比方说 孩子会问 为什么甜甜圈只需要两块钱 但是变形金刚却需要两百块钱呢 这个时候 父母可以告诉孩子哈 甜甜圈和变形金刚的价格不一样 这是因为呢 做一个甜甜圈 需要买面粉买糖 然后做出来 做每一个甜甜圈所花费的时间呢 大概只需要半个小时 但是一个变形金刚 先需要有设计人员 设计造型啊 颜色和功能 还需要成立专门的工厂来制造 为了让孩子知道这个变形金刚呢 还要制作专门的广告宣传片 动画片和电影 这所有的时间全部加起来呀 折合到每一个变形金刚的时间呢 就需要大概五十个小时 花费的时间更长 叔叔阿姨们所付出的劳动也更多 这就是为什么变形金刚的价格 是甜甜圈价格的一百倍了 因此呢 告诉孩子一些简单的金钱知识 可以让孩子珍惜金钱 了解只有付出劳动才能获取金钱 最后呢 培养孩子的财商 能够让孩子有一颗感恩的心 现在社会有一个金句叫 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 在这样的思想下 很多家庭尽可能地 给孩子提供最好的东西 父母自己却省时俭用 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 父母靠着做小生意赚钱 可是孩子却要求 换上最新的苹果手机 父母不同意呢 孩子还会怨父母没本事 这是因为啊 一直以来 孩子都将父母无限满足自己的想法 视为理所当然 他们没有去感恩父母对自己的付出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 他们提的要求越来越高 父母无力再承担的时候呢 他们还会反过来责怪父母 培养孩子的财商能够让孩子有一颗感恩的心 让他们知道钱来得并不那么容易 父母尽他们所能给孩子买好的东西 也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以上呢就是我介绍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培养孩子的财商 所谓财商就是认识创造和管理财富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需要学习的 培养孩子的财商 能够让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 获得和金钱相关的知识 还能让孩子有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知道了要培养孩子的财商 那怎么培养呢 下面呢我将介绍第二个问题 如何帮孩子建立零用钱制度 这是财商教育的第一步 通俗来讲 就是让孩子有可以自由支配的钱 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父母在决定要不要给孩子买东西的时候啊 常常是带着主观意愿 不能做到实时理性 也很难保持一贯的策略 有时候呢父母心情好 即便觉得孩子在浪费钱也买了 有时候呢心情不好 不仅不给买 还要责骂孩子一顿 但是如果啊 让孩子有了一部分可以自由支配的钱 买或不买的决定权就交给孩子自己了 他不用再通过和父母谈判 耍赖或者是哭闹来获得想要的东西了 这其实啊也培养了孩子的自主意识 而且呢当他们意识到 他们可以支配的金额是固定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反复比较自己想要买的东西 反而啊不会再像之前那样 只要被什么东西吸引了 就立刻要求买 这其实是让孩子学会了选择和取舍 那么什么时候给孩子零用钱比较好呢 作者认为 当孩子了解到钱可以买东西 有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 而且呢 有自己想要买的东西的时候啊 就可以给孩子发零用钱了 一般在孩子四五岁的时候 他们喜欢在放学路上买一些小零食啊 小玩具啊 这个时候引入零用钱制度 孩子啊通常是非常乐意接受的 那给孩子多少钱才合适呢 父母们可以先了解一下 孩子平时啊主要是买些什么东西 比方说哈 五岁的孩子 他们经常买的是一些零食小玩具 每天呢大概三四块钱 那么父母就可以考虑 给孩子一百块钱一个月 让他作为零花钱来使用 但是有一个值得父母注意的地方就是啊 不要在一开始就把一个月的零花钱 全给孩子了 因为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说呢 一百块钱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他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合理的使用 比方说哈 父母呢可以按照星期给孩子发零花钱 每周一给孩子二十五块钱 但是即便啊只给孩子二十五块钱 孩子啊也可能在第一天就买了一把二十块钱的玩具枪 和一大包零食 把钱全部花完了 这种现象非常正常 有很多大人 也是在拿到工资的第一个星期就去吃大餐买衣服 把钱全部花光了 因此呢 父母需要跟孩子强调 这是一个星期的钱哦 如果提前花完 要等到下个星期才会有 而且呢当孩子真的提前花完以后 父母也要坚持原则 不接受孩子的哭闹 不遇值钱给孩子 让他自己承担后果 所以建立零用钱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引导孩子如何合理的使用零花钱 第一步要让孩子分清 nees和wants nees指的是必要的东西 而wants指的是想要的东西 其实现在很多大人都分不清买回来的东西啊 到底是必要的还是想要的 很多不理性的消费 往往就是本来只想去买必要的东西 却买回了一堆想要的东西 看到打折呢 就认为总有一天会用到 2017年双十一大促当中 淘宝和京东的交易额高达2953亿元 而这其中呢 被各种折扣蛮减等等促销激发出来的 想要的交易占据了绝大部分 从小帮助孩子区分想要的和必要的东西 可以帮助孩子合理的规划自己的金钱 学会理性消费 父母啊 可以帮助孩子把要买的东西全部列出来 或者是画出来 然后呢 和孩子一起讨论 区分出哪些是必要的 哪些是想要的 再规划如何分配零用钱 比方说啊 孩子橡皮丢了 那么橡皮就是必要的物品 孩子已经有一套画笔了 但是呢 看到自己喜欢的机器猫图案的画笔呢 也想要买 那这画笔就是要分到想要的物品当中 再比方说 孩子喜欢吃零食是想要的物品 而买今天的午饭呢 就是必要的物品 在孩子分清了必要的和想要的东西以后 第二步 父母就可以引导孩子把零用钱分类成可以自由支配的钱 为他人使用的钱和存起来的钱这三个部分 用三支不同的存钱罐分别把它装起来 自由支配的钱呢 是完全交给孩子掌控的那部分 这部分钱啊 孩子可以自己决定去买清单上列好的 必要的和想要的东西 为他人使用的钱 包括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买礼物的钱 也包括捐款的钱 比方说碰到自然灾害 捐款给灾区小朋友的钱 给孩子引入为他人使用的钱 这个概念啊 非常的重要 这就是从小培养孩子有感恩父母和乐于助人的品德 欧亨利著名的短篇小说《卖奇的礼物》 说的就是啊 为他人使用的钱的故事 丈夫偷偷卖掉了自己的金表 为妻子买了全套的书子 妻子呢 却痛下决心卖掉自己的绣发 为丈夫买了一条好看的金表链 其实呢 礼物贵不贵重并不重要 包含在礼物当中的家人之间的浓浓的爱意 才是最重要的 而存起来的钱 就是孩子每个月从零花钱当中 取出固定的金额用来储蓄 这是培养孩子理财能力的重要的方法 除此之外呢 当孩子想买一些价格比较高的东西的时候 每个月分配给他的自由支配的钱并不够 这个时候他就需要通过存钱来买 比方说哈 孩子想买一个500块钱的电话手表 电话手表的功能是方便父母随时能够找到孩子 但是呢 平时妈妈和老师啊 可以在微信当中来交流孩子的情况 上下学呢 也是妈妈自己接送 所以说电话手表属于孩子想要的 但非必要的东西 这个时候呢 妈妈就可以和孩子制定一个存钱购买计划 假设孩子每个月能存30块钱 坚持存半年就是180 剩下的部分呢 由妈妈承担作为孩子存钱计划的奖励 一方面呢 这样的方案延长了孩子等待的时间 也许孩子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啊 就失去了购买的欲望了 如果孩子呢 还是一直非常想要的话 那么得到这个东西的强烈愿望 和孩子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付出的时间和金钱 会让他在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更有喜悦感和成就感 另一方面呢 孩子知道了 高价钱的东西得来不易 他们会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 当他们下次还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 就会更加谨慎地决定要不要购买 这其实也是在向孩子 传达一种积极的金钱观和价值观 除了父母给孩子的零花钱 孩子们收到的最大一笔临时收入 就是压岁钱了 由于压岁钱的金额都非常大 如何处理压岁钱的问题呢 也让很多父母头疼不已 六岁的可可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今年春节呢 可可收到了五千多块钱的压岁钱 妈妈呀还是想跟以往几年一样 将钱呢全部收到自己身边 可是今年可可不肯让妈妈把钱全部拿走 已经开始有自我意识和零用钱制度的可可认为 这个钱是别人给他的 这是他的钱不能被妈妈收走 面对这样的问题 作者就提出 父母可以把压岁钱像零用钱那样分成三份 第一份是给孩子自由支配的钱 第二份钱呢可可自己存起来 第三份钱是可可将来上学专用款 交给父母代为保管 这样的话压岁钱的问题就解决了 关于零花钱制度啊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父母思考 那就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给孩子零花钱比较好呢 通常呢 父母给零花钱的方式有两种 报酬制和定额制 报酬制呢指的就是 当孩子完成一项劳动或者任务之后 给孩子一定的报酬 而定额制呢 就是给孩子固定金额的零花钱 和孩子完不完成任务无关 这两种方式呢都有他们的优缺点 报酬制能够让孩子明白 付出劳动和得到金钱之间的关系 比方说啊 父母和孩子约定 倒一次垃圾一块钱 洗一次碗两块钱 擦一次浴缸三块钱 当孩子完成了这项家务的时候呢 父母就向孩子支付报酬 在欧美国家使用报酬制比较多 因为呢他们更认同 金钱是劳动的等价物这个观点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美剧当中 孩子为了买一件昂贵的东西 比方说哈 自己心仪仪仪旧的吉他 主动帮助家里面修剪草坪来获得报酬 他们甚至呢会去给邻居家帮忙 修剪草坪啊 洗车呀 带年幼的小孩来挣钱 就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两个女儿 都必须做家务才能得到零用钱 奥巴马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说 女儿们如果做家务 比如说布置餐桌 清洗碗盘 打扫自己的房间和衣橱等等 每个星期能领到一美元的零用钱 但是在我们中国呢 大多数家庭啊 不太愿意直接把劳动和金钱 画上等号 一方面呢 父母认为孩子承担家务是一种义务 不能够和钱联系到一起 另一方面呢 家长们会担心 一旦让孩子养成做家务 就要得到报酬的习惯 他们很快会学会和父母讨价还价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啊 妈妈在厨房忙碌了 要萱萱帮忙去把垃圾倒了 萱萱呢在看电视就说 倒垃圾只有一块钱 我不想去倒 妈妈说 帮家里做家务是每个人的义务 你不能因为钱少就不去做啊 但是呢 萱萱还是不乐意 说 我现在不想赚这一块钱 如果把每一项家务都明码标价 让孩子有一种 做家务就是为了赚钱的感觉 那么孩子的确啊 可能只选择钱多的家务去做 他们会觉得 如果我钱足够 就不需要再赚钱了 那我就可以不做家务了 也不用考虑其他人的感受 这会误导孩子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和金钱观 而给孩子零花钱的另外一种方式 是定额制 定额制不和任何劳动相关联 父母呢 就是固定给孩子一定金额的钱 这样的方法的优点是呢 孩子不会出现讨价还价的情况 但是缺点啊 就是孩子可能会有不劳而获的想法 家务的参与度会很低 那么怎么发给孩子零花钱才科学呢 作者认为 把两者相结合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给孩子一个比较低的定额 剩余的呢 则是要付出劳动才能得到 我们回到上面 萱萱那个例子来说 萱萱家实行了一段时间的报酬制以后啊 发现萱萱帮忙做家务之前 总是会询问有没有钱啊 而且呢 比较金额的大小 在决定要不要做家务 于是父母就商量 重新制定规则 最后商定呢 萱萱每周的零花钱固定为15元 家里的基本家务 比方说整理自己的房间啊 洗碗啊 倒垃圾啊等等 都不再设定价格了 父母和萱萱商量呢 给每个人都分配了家务 比方说 妈妈负责做饭和洗衣服 爸爸呢 负责洗碗和拖地 萱萱负责饭前准备碗筷和倒垃圾 如果萱萱没有按照要求完成 那么爸爸妈妈呢 将从15元的零花钱当中扣钱 完成得好的话 爸爸妈妈可以给萱萱适当的奖励 如果萱萱还想赚额外的钱 可以完成爸爸妈妈的任务 比方说帮妈妈洗衣服啊 或者是帮爸爸洗碗拖地 萱萱还可以做更高难度的家务来赚钱 比方说帮爸爸洗车 帮妈妈清洗浴缸等等 这种将定额制和报酬制相结合的方式 既能保证孩子将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 视为一种义务 也能通过给予孩子适当的报酬 激励孩子完成更多更高难度的家务 在零花钱制度啊 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发放零花钱需要有仪式感 给孩子零花钱这个环节呢 可以成为每个月的固定仪式 父母和孩子坐在一起 召开家庭会议 总结上个月的零花钱的使用情况 并且呢将下个月的零花钱交给孩子 等孩子长大一点呢 会受到同龄人的压力 或者是自身对零花钱的需求增加 这时候 父母可以在总结的时候呢 让孩子参与讨论增加零花钱的数量 当孩子问到啊 自己的零用钱为什么比小伙伴的少 父母应该怎么回答呢 比方说啊 孩子每个月呢 只有100块钱零花钱 但是他的同桌 每个月又200元 另外一个小朋友呢 没有额度限制 只要没有钱就向家长要 这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朱迪斯哈里斯就曾经在教养的迷思这本书中说过 在孩童的成长过程中 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是孩童在家庭之外的同辈群体 当孩子意识到这种差异 来向父母询问的时候 和孩子开诚不公的谈是最好的办法 父母啊可以和孩子聊一聊 为什么每个月只给这些零花钱 是出于什么考虑 家里的经济情况是怎么样的 同时呢 父母也要倾听孩子的想法 不要认为孩子询问这些是在攀比和无理取闹 小孩子的世界呢 往往更残酷 没有相同的东西 有可能受到其他同伴的嘲笑和排挤 父母可以让孩子参与零花钱的制定计划 让孩子说出自己的处境和困扰 父母呢可以为他解答和提供帮助 这让孩子在面对同龄人的时候 心理会更强大 好 以上呢就是我向你介绍的第二个问题 财商教育的开始 是帮助孩子建立零用钱制度 我们讨论了在孩子开始理解钱的用途 并且有想要买的东西的时候呢 就可以引进零用钱制度了 父母在设定零用钱的额度的时候 要考虑平时孩子经常买的东西 在引导孩子正确的使用零花钱的时候 首先要分清楚必要的东西和需要的东西 其次呢是将零花钱分成三类 可以自由支配的钱 为他人使用的钱和一部分储蓄的钱 我们还讨论了父母给孩子零花钱的方式 报酬制和定额制 这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把两者结合起来更适用 最后呢 将零用钱交到孩子手上的时候 要有仪式感 可以把发零花钱当作全家人一起交流的机会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问题 如何在生活中进一步培养孩子的财商 财商的培养是贯穿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中的 比如带孩子去超市购物 是财商培养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超市的商品种类丰富 同一种类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购物之前需要比较商品的价格 比较商品的性能 能够用同样的钱买到质量更好 性价比更高的东西 是生活的智慧和财商的体现 去超市之前呢 父母一般会列一个购物清单 或者是事先想好要买的东西 然后呢 按照购物清单来买 当然呢 父母也会灵活挑选几样 自己特别想买的东西 这其实就是告诉孩子 父母买东西的时候 也会区分什么是必须的和想要的 这样呢 孩子今后在消费的时候 也会像父母一样 对比选择舍弃 其实这个过程 就是孩子思考的过程 也是他财商进步的过程 培养财商的另一个好方法 是让孩子学会记账 让孩子记下每个月固定的零花钱 和劳动获得的报酬 再列出当月需要买的东西 按照必要的排在前面 想要的排在后面的顺序来列出来 这其实就是让孩子有预算的概念 当孩子没买一样东西 就在清单上做个记号 并且写下金额 这样呢 到了月末 就知道孩子花了多少钱 买了多少东西 还剩下多少钱了 学会记账啊 能让孩子用钱的时候更有规划 这对于孩子财商的培养 有很大的帮助 当孩子的储蓄罐里 钱变多了 尤其是收到大额的压岁钱之后 父母可以带孩子把钱存到银行里 教孩子储蓄 也是财商培养的一个好方法 把钱存在银行里 和存在储蓄罐里 是不一样的 因为存在银行里 银行会支付利息 父母可以带孩子去办一张 属于他自己的银行卡 写上孩子自己的名字 这样的仪式感 会让孩子感受到 自己被当做一个大人 他对储蓄这件事情 会有更多的参与感和责任感 父母还可以让孩子体验 在柜台上转账 让孩子自己和银行柜员交流 在自动存取款机上 来存钱 取钱 查询余额等等 这些储蓄的技能 都是孩子长大以后需要掌握的 也是为孩子以后的投资理财 打下基础 让孩子能够体会到 管理自己的钱的乐趣 使用银行卡购买东西 是一种计时支付 但是在生活当中 我们还经常会碰到 支付的另外两种方式 就是事先支付和事后支付 父母有必要让孩子了解生活当中 存在的这三种不同的支付方式 事先支付就是使用之前先付款 其实就是充值卡 预付卡 比方说我们去办地铁卡 需要事先存入钱到卡里 这样每次坐地铁的时候 就不用排队买票 而是可以直接刷卡 给生活带来了不少电力 而事后支付就是一种借钱的概念了 比方说买东西的时候刷信用卡 资金先由信用卡的 发卡银行来垫付 这就相当于是向发卡银行 借了这笔钱 等到了还款日 再把借的钱还上 父母可以告诉孩子 使用信用卡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诚信了 每次刷卡之后 都需要按时把钱还上 如果不及时还钱 不仅要缴纳支纳金 还会在个人的征信上 留下不好的记录 现在呢 征信记录已经越来越重要了 如果征信记录有问题 会对今后贷款造成重大影响 父母可以模拟 信用卡消费的方式 来培养孩子诚信的意识 比如说 俊俊想要买一辆 一百元的玩具汽车 但是他的零花钱不够 这时候妈妈提议 可以先借一百块钱给俊俊 然后呢 俊俊每周要从二十五元零花钱当中 拿出五元钱还给妈妈 俊俊啊 开心地答应了 立马买下了玩具汽车 可是每到周日 俊俊都得还妈妈五元钱 自己就只剩下二十元钱了 他原本计划买的零食呢 就只能减少了 父母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向孩子传递信用卡的好处和坏处 让孩子从小了解信用和贷款的概念 能够让孩子在步入社会以后 更加谨慎地透支和消费 并且呢 养成诚实守信的品德 现在啊 海外旅游越来越热门 最后呢 我们就再来讲讲如何通过海外旅游 提升孩子的财商 比如 父母计划带孩子去美国旅游 在出发之前 父母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银行兑换外币 告诉孩子呢 美国和中国用的货币是不一样的 去美国必须要使用美元才能购物 银行可以提供这种换取外币的业务 除此之外呢 美元和人民币之间还存在有汇率 就是大概需要630元人民币 才能兑换100美元 父母还可以告诉孩子 这种汇率可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也会波动 在父母小的时候呢 需要大概800元人民币 才能兑换100美元 这说明啊 相比于过去 现在美元贬值了 而人民币升值了 在美国旅行期间 父母还可以给孩子适当的美元做零花钱 让他自己去买东西 这样孩子能够体会到不同国家的货币购买力是不同的 比方说在美国的肯德基 一到两美元呢 就可以买一杯可乐 但是在中国的肯德基 10元人民币才能买到一杯 让孩子了解外汇的知识 能让他们呢 对不同国家货币的使用 和货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 有初步的了解 也是在生活中 培养财商的一个好方法 好了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第三个问题 如何进一步在生活中 培养孩子的财商 父母呢 可以带孩子去购物 将孩子记账 带他们去银行 办一张银行卡 兑换外币 将孩子信用卡的使用方式 从生活中的点滴 提升孩子的财商 好了 到这里呢 给孩子的第一本理财书 就基本说完了 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 我们总共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要培养孩子的财商 财商是认识创造 和管理财富的能力 从小培养孩子的财商 非常重要 培养孩子财商 能够让孩子树立正确的 金钱观和价值观 获得和金钱相关的知识 还能够让孩子 有一颗感恩的心 第二个问题是呢 财商教育的开始 是帮助孩子建立零用钱制度 我们讨论了 零用钱制度的几个问题 包括什么时候 引进零用钱制度 还有呢 父母在设定 零用钱制度的时候 首先要教孩子分清楚 必要的东西 和需要的东西 其次呢 将零花钱合理分类 分成可以自由支配的钱 为他人使用的钱 和储蓄三类 再次啊 在孩子购买东西的时候呢 如果想要买高价值的东西 父母就要引导他们 等待和用自己的储蓄购买 最后呢 我们还讨论了父母 给孩子零用钱的方式 最好是将报酬制 和定额制相结合 将钱交给孩子的时候呢 要有仪式感 可以作为一家人交流的好机会 第三个问题是 要在生活中 进一步培养孩子的财商 父母可以带孩子去超市 体验自己购物 还可以交孩子记账 和办一张属于自己的储蓄卡 向孩子介绍信用卡的知识 和外汇的知识 也是在生活中 培养孩子财商的好方法 有句俗话叫做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财商和智商 情商一样 对孩子来说 都很重要 培养孩子的财商 不仅仅是教他们 金钱的知识和技能 而是教孩子 有一颗对钱和物的感恩之心 还有呢 对自己生活和未来的规划 好 给孩子的第一本理财书 这本书就为您解读到这儿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